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由Nits Radio与台湾大学社科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企划 杨明 陈伟 直播的观点会课室 欢迎您光临观点会课室 这是杨明明 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个关心人权及协议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观点会课室 我是陈伟 今天会课室里面 我们要探讨一个 其实跟你我都是最息息相关的话题 但是我们在过去对于他却是相当的不了解的 这几年因为热浪来袭 造成大量的民众忽然身亡 这样子的不幸事件 其实在国际间越来越可以听到了 而这个夏天其实对台湾的民众来说 我常常收到很多听友来信表示说 奇怪过去的夏天好像没有这么热啊 但是每次在今年的夏天 常常可以见到的情况是 我们看到就是新闻报道告诉我们 早上的时候台湾的哪个地方的气温 又创下了史上新高 可是一到下午 我们就看见亲朋大雨 然后突然的急降雨 造成哪里淹水 甚至哪里交通 又被瘫痪掉了 极端天气对台湾的社会 或者对国际之间造成的影响 其实不容小觑 而我们今天在会课室里面 我们要谈的其实是极端天气 甚至也会对我们的健康 造成长时间的 或者是非常剧烈的巨大的影响 今天在会课室里面的来宾 是来自中原大学生物环境工程学系的副教授 王玉淳 王副教授 王老师好 大家好 极端天气对于台湾人来说 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极端天气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正面的吗 还是是负面的 而这个事情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影响 又可能出现在我们健康的哪些层面的影响 气候变迁或是极端气候对健康的影响是很多面向的 那如果以一般民众比较能够感受到的就比如说像是极端气象的影响 比如说台风跟水灾 它可能会造成立即性的伤亡跟健康损伤 那如果是以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极端高温对健康的影响 这是直接性的 那间接性的部分包含对于传染病的影响 比如说让我们病霉文的那个 病霉传染病的风险增加 那此外其实它对生态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影响到我们人体健康 那比如说本来以前花粉剂只会在春天 因为暖化的关系让花粉剂延长了提早了 所以等于是对那个花粉过敏的人 他的那个感受的季节就会延长时间就会拉久 所以那个过敏性疾病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那另外还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目前欧美国家是发现到气候变迁确实会影响到 大气当中的臭氧跟细旋浮为例 但是那个影响的机制其实很复杂 还包含当地的一个人为活动发展 所以每个地方它研究出来的结果不太一样 台湾这部分的研究其实是还没有进行到 所以这部分没有明确的一个量化冲击的一个成果可以说明 老师那个我好奇的是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些 对民众来说他们其实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 就是说它是现在进行事还是未来事 基本上我们的观察 它是个现在进行事 但是其实就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 人都是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所以那个风险其实是年年都会改变的 也许比如说好了在古代我们不会有暖气机跟冷气机 但是我们现在有暖气机跟冷气机 那也许在这部分的话温度的冲击就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现在我们的评估都是以现在的温度角度去看 可是未来可能台湾会发生比如说38 39或40度的时候 那部分的温度其实台湾从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发生那种温度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到底受到的健康冲击是多大 这个您刚才谈到了一个就是说 现在现代人跟古代人相较之下 现代人因为拥有较发达而且完整到家家户户的电力设施 和室内调控的系统比如暖气机冷气机这些 可是我们这几年在国际上面看到这种热浪来袭 然后不只在可能比较接近赤道的东南亚国家 甚至连欧美的国家都会 就是我们印象中这种所谓的先进国家 都会因为热浪来袭就热死相当一个可怕的数字的这样子的人数 这个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 这种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一旦就让来袭我们就躲进室内吹冷气就好啦 就是这种极端的高温他会对健康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到死亡还不是中暑或脱水是死亡 这部分其实每个地区他都会有一个气候的调适性 比如说你在热的地方就会对高温比较适应 那你在低温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全球暖化的情形之下 确实高纬度的人他对于那个高温的影响会比较大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人都有一些调试行为 比如说开冷气跟暖气 但是其实除了设备之外 比如说好了台湾平均每个家户都有两台冷气 为什么我们还是受到温度影响 那主要就是跟电费使用有关系 对或是说老人家他一个人独自在家 他为了省钱他不开 所以不见得是有设备就一定有保护作用 你必须要使用它才会有保护作用 那至于人会不会使用这个设备 但其实有很多社会经济面必须要再去讨论 那个我们谈到传染病这件事 我记得在过去的两年内 因为台湾的南部登革热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真的是蛮严重 那个数字可以说是天天都会翻新 然后都会上升 那当时就是有学员界在网路上面 我们看到还有在手机line里面都会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30年后台北不排除也会有登革热 因为全球暖化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吗 如果是人都不采取任何的控制策略 它绝对有风险存在 因为病霉纹就是在一个18度C以上的时候 它的服务欲跟活动能力都会增强 但是太热也不行 它就是在一个18到35度之间 那超过35度太热它也不会很好的一个活动能力 那所以如果依照这个暖化趋势来看的话 以前我们都认定北会归线以南才会有传染病 但登革热传染病 未来它这个35度就是暖化的趋势之下 那个低温会越来越少 所以整个暖化的pattern会有助于登革热病霉纹的北移啊 那但是其实传染病它在发生 它是很难去做预测的 因为它影响了因子太多 第一个是气候因子嘛 第二个是人的因子 比如说我们人有没有免疫力啊 那第三个是病毒啊 每一年的病毒不太一样 有些会有症状 有些不会有症状 那这部分CDC会更详细的说明 那未来会有疫苗的一个开发 那也许在这个传染病控制上 有更好的一个成效出现了 这个我们常常都说 大家是不是能够一起来建立一套预警的机制 或预警的系统 我刚刚听您在谈的过程中 我发觉就是气候变迁 对我们人类生存环境里面威胁 今天我们在这个篇章里面 暂时没有谈到是所谓的天灾 可是我们谈到的是跟健康层面的 包含上是会造成传染性疾病 慢性的这个疾病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紧急医疗面 或者是社会经济整体层面 这四个我刚刚都有听您谈到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 慢性疾病 气候变迁跟慢性疾病的关系是什么 是说太热了或太潮湿了 会引发心血管的 那部分主要是因为 本来健康上就有状况的人 他的那个体温调试能力就比较差一点 再说我们的皮肤表面温度 大概32到37度 那体型温度是36到37左右 但是一旦失衡过高或过低的时候 其实都对我们不论是心血管或是猝死都会有风险 那目前科学研究师发现 如果在极端高低温 有一些心血管或是慢性病状况的人 他确实体内的不论是血压 血管收缩 或是血液黏制度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会增量 对其实这个慢性病某一个程度 很多人都已经把它视为现代人的文明病了 他会有这样子的说法 也显示出其中一种迹象 就是说如果不好好保养 好像人好像在大部分的人 还不是小部分 好像在数量很高的一个比例的人 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就会开始有这种必须长期抗战长期威武的慢性病 比如三高这些 所以刚刚您所谈的这个数据 还真的是蛮值得去重视的 可是这个又回到 就是说当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民众其实就会想说 是不是大家能够整个社会 不知道是政府该做 还是民间自己要自立救济 应该要有一套的预警 预警这种机制 可是其实我会有点没办法想象 这种预警机制应该是从哪个层面去着手呢 是那个气象要告诉我们 即将会有热浪来袭 还是说我们的紧急医疗要做的 要相当的有一套完善的SOP因应 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些问题 其实有点复杂 基本上如果要减低气候变迁 对健康的影响 我想不是只有政府的责任 每个人自己要为自己负点责任 就像您所说的 如果自己的健康没有顾好 它本身就会导致我们变成是高脆弱族群 所以在WHO跟IPCC的角度之下 如果要有效的减低气候变迁 对健康的影响 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每一个国家的自身健康 应该要整体要提升 国民健康要提升 所以它的冲击就会变低 那您刚刚又提到第二个问题 有关于那个预警系统的部分 那个预警系统其实在很多欧美国家 因为热浪发生对健康冲击比较大 所以大概已经有二十几个城市 甚至大陆香港都已经有相关 韩国日本也都有 都有相关的一个极端高温的预警系统在运作 那大部分的运作多半是由那个气象单位 跟健康单位共同执行 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单位 可以完整的运作这个东西 因为我预警了 但是后续要有人应变 所以气象单位它预测好的温度 告诉健康单位之后 健康单位它要去做应变 比如说需要照顾的人给它一个适合避难的场所 或是独居老人他需要特别的关注 可能要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 整个公共卫生体制是要一起运作的 是 这听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议题 这个特别是预警系统的建立 我还蛮好奇的 所以刚刚您谈到说不只是欧美国家 因为他们可能相对他们比较高纬度 有时候在因应这个高温上面 人的这种耐受性不一定跟比较接近赤道的人一样 可是您谈到亚洲国家 比如说大陆 韩国 香港 其实也都开始建立了这套系统 据您了解台湾也在这样子的研你的历程中吗 因为听起来台湾还没有建立 但至少我们是不是有在研你 或者是您觉得我们的威胁性还好啦 其实不会耶 台湾其实是受到极端温度的影响 但是坦白说 根据我们过去长达四五年的一个研究成果 我们台湾受到低温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但是高温的冲击是存在的 但是比较少的 所以其实如果台湾要运作预警系统的话 应该是极端温度预警系统 而不是只有极端高温预警系统 低温跟高温对台湾人一样都是重要的 那至于像欧美国家他们的一个运作方式 因为他们是高温的冲击比较大 低温他们有室内的暖气 所以他们其实低温的冲击比较低 OK 极端台湾如果要建制的话 是朝极端温度高温跟低温 我刚刚好像有一点漏掉了一个 王老师 所以低温对台湾人的影响是就是冻死吗 还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健康上面的威胁 也没有到死亡这一步 但是健康的威胁 不它的影响也很大 其实我们低温死亡的人数 大概是高温的也2到5倍 OK 对是非常多的 尤其在低温又有很多供病会发生 比如说传染病发的一些慢性病等等 它其实都会影响蛮大的 那至于说这个台湾到底 有没有预警系统还在规划 我想这个是政府单位 目前还要在努力的方向 对 对 不过今天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这个受访的来宾 来自中原大学生物环境工程学系的王玉淳老师 他其实点破了一个关键 在我们邻近的国家里面 其实已经开始建制了预警系统 那根据在当地危害性会比较大的 大概会是极端的高温 但是台湾呢 其实不论是高温或者是极端的低温 甚至是极端的低温还来得更可怕 所以台湾可能要建制的是极端温度的预警 但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或许是你我在未来可以一起来观察 政府站在就是保护人民 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上面 是不是够周全也符合你我的需要 这一点其实是蛮关键的一点 听众朋友 我刚刚一开始就问王老师的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分享的这些内容 它到底是一个未来式 还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答案刚刚王老师已经说明了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所以这一点极端温度的差距 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 我们都要留意 那当然最后还是回到WHO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自身健康的提升 可能是一个可以民众在面对这件事情上 首要也可以参与的一件事 对吧 对 今天很感谢中原大学生物环境工程学系的 副教授王玉淳 王老师来到会客室当中 王老师谢谢你 不客气谢谢大家 也希望未来我在这个层面 在这个气候变迁 对于台湾整体公共卫生的 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所造成的影响 这个层面我还可以再请教您 好 没问题 谢谢 拜拜 拜拜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 如果您有想进一步了解的 欢迎来信给Needs Radio 我们的email是 或者你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留言 您只要上网关键字搜寻Needs Radio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陈伟 下周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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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